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29日 今天新华社报道呢 全国人大的常委会和全国政协 这个分别都做出了决定和建议 也就是人大的13届将在这个2020年5月22日召开 那么政协呢是建议在5月21号召开 大家就感到奇怪 为什么一个是决定一个是建议 很值得研究啊 这是新华社的图片图文并茂 说是来了全国两会召开世界 因为人们都期待已久了 我们知道按道理讲呢 人大应该是3月份召开 一年一度 虽然中国这个人大政协都是化平党 都是什么呢 举手机器 都是走过场 但是不要忘了 走来走去啊 总有一天不是走过场 有可能发生很大的新闻 因为现在习近平机器团队 2012年执政以来啊 到现在为止 内政外交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 严重的失误 特别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蔓延了全世界 造成了全球大流行 激怒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 和老百姓 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这方面网络的消息都是 每天都是铺天盖地啊 索赔啊 追责啊 起诉啊 等等啊 现在不仅是在美国 而且在非洲都有啊 所以说 情况是非常的严峻的形势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 这个人大政协代表们 接这个两会啊 也在中共党内这个对立派的股东下 要对习近平提出这个批评啊 这个等等啊 要发难啊 这个就很难讲了 我们知道习近平的政治盟友呢 主要是立战书 立战书操控全国人大 那么所以说 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啊 他这个5月22号举办 这个事件定下来就是因为什么 相比较于政协 习近平心里有素 一个是立战书 一个是王辰 立战书是习近平在河北的 镇定任职的时候啊 镇定些任职的时候 就是这个 官场上的革命战友啊 那个时候立战书是在 无极限 两个人啊 这关系不一般 另一个王辰不用讲了 习近平上大学 从乡下沿 那么在陕西 王辰帮助过他 所以王辰现在是 人大副主任啊 你想两个人操控这个 这个人大应该没有大的问题啊 不至于有这个 不至于发生像有的人大代表 在会上突然间啊 这个提出提案啊 等等啊 对习近平进行批评 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 所以这个会议马上就决定是 22号召开 那么当时政协就不一样了 政协我们知道 显示中共的一个 党内算一个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的 这个开放意识的啊 这个汪洋来主持 那汪洋肯定和习近平不是一个 就一个这个观点的 他的主张还是比较 言论自由啊 这个 中美关系啊 还有这个维护老百姓的权益啊 经济发展等等 方方面面和习近平 不合拍啊 而且又年轻啊 现在又是政协主席 那习近平很担心 这个会议会不会出问题 所以说就来个建议啊 建议就等于说 5月21号也可能开 也可能不开 也可能提前一点 也可能延后一点 而且还有一个诡异的问题 这次会议都没有讲 以什么方式开 是视频 电话连线 还是这个部分视频 部分代表到北京 还是所有的代表到北京 这次也没有公布啊 这个呢也 或许是因为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啊 有可能二次爆发 在北京啊 现在黑龙江 这个在湖北啊 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啊 在北京是严防死守 你看很多的飞机 搬机飞到北京 都要找一个其他地方 机场先落下来 经过这个检测啊 人人过关 然后再去北京 到了北京 还要隔离14天 因为什么 因为中南海这些角色 当官大老爷们都在进城 他们的生命是重于泰山 所以是肯定要严格 那么与此同时 还有黑龙江 现在由于这个 俄罗斯边境那边啊 这个蔓延进来的 这个反弹啊 这个 这个海外的输入 并率非常多啊 特别是哈尔滨的 我看到网上很多消息 哈尔滨已经 很多的这小区啊 这个封闭啊 采取的手段 非常的严厉啊 有一点像武汉自出 那个感觉啊 那么这几个地区 根据中央政策 今天开会 谈到还是重点缝红 重中之重啊 那就说明 有没有可能 这个人大 正习也将来开会 都是采取这个 四频的 联系 如果是四频联系的话 那就创造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啊 不是面对面的 开人大了 我估计还是应该 聚集到北京 但是聚集到北京 就会出现 因为刚才讲到 上述两个这个问题了 一个有可能 有人发难了 因为习近平做的工作 实在是太差了 现在改革开放 四十年成果 全部毁一单了 而且现在和美国之间 已经面临着 开战的这个局势了 这一点毫无疑问 你像前几天 这个美国有关方面啊 忽然公布了什么 几年前在空中发现的 不明飞行物 为什么要这样 把这个效果公布 现在公布 那就等于告诉苏母 这个 不要把自己的军事实力 太空能力 科研能力 看得那么高 和美国不是一个档次 真正开战的话 很快就让人打趴下来了 主要是通过这个举动啊 科技方面的 这个信息的披露 来显示他的军事实力 特别是太空技术的 了得啊 你就可以看着了 而且还有美国的 这个航母啊 现在又返回了太平洋了 前一段时间 因为上面有些官兵 感染了新冠军病毒啊 但现在人又回来了 这些东西也影响不了 美国的这个军事 打击能力啊 这个此外还有现在这个 这个中朝边境 朝鲜漫岛啊 突发四肩 金正恩 是死似乎 我现在是个迷啊 看到新华社 有两个记者 助评长 发布的消息 非常有趣啊 因为新华社在那个地方 有一大批记者 可以直接发稿 但是他们去 原因啊 这个 这个朝宗社的报道 那这就不正常 说明 金正恩还是有事啊 不管是死 还是活 肯定是现在是一个麻烦 一个困局啊 这个也是个 这个不安定的因素 因为那个地方 原本这个中国和美国 这个战争啊 也就所谓的 我老爸参加过的 靠命援朝战争 也就韩战 没有结束 只是暂停 没有想到 经过这么多的年 现在又延续下来了 有可能在朝鲜半岛上 干一战 如果一干的话 那你总共 肯定就 你被涂地 为什么 你国内的矛盾那么尖锐 老百姓的不满 老兵的不满 这个知识分子的不满 党内 这个被整肃的 对立派的不满 军队里面各个派系 这个搅斗啊 你想从 徐载后 郭伯雄 后来方峰辉 这个张阳 等等 现在又是什么 又是张又霞这个派系 和这个新兴起的空军派 等等啊 矛盾都很深 能打仗吗 打不了仗啊 两面人呢 遍地都是 你看前几天西兵 到这个陕西区 视察 访贫问苦 搞什么 这个精准扶贫 攻坚战 那哪是扶贫 那就是打一个谎子 实际上 就是告诉 如果和美国开战 那可能指挥物啊 中共的领导人 就撤退到二线 二线就是西安啊 清理旁边啊 说不定下面有这个 核设施 和防打击能力啊 地下城啊 早就往他屋里的下面啊 出去看一看 演练人走一走啊 那是 这个西退的一个预案 一个月没放来 因为他们首先要 这些中南海 局势城不可能在北京 因为一旦开战 北京上海 广州 这个天津 这个直辖市 那肯定是重点的 这个敌对 就军事打击的目标 到那时候来不及了 所以现在就做好准备 开始报外撤 这是一线 撤的一线 那二线就是 就是甘肃了 那就是赵乐际去 这个走一走啊 跟官员打打招呼 告诉他们现在 行事严峻了 闯下了大火啊 已经无法挽回了 和美国的关系 所以做好准备啊 那当然甘肃是 这个也算内地的啊 也是这个算是二线 撤退的二线 另一个方案了 再往下撤 你可能就是 真是亡党亡国了 所以这行事 这极其的严峻啊 不要看表面的表演啊 新华社报道说 引领全世界这个绿色产业 那都是瞎忽悠 越那么忽悠 我跟你讲吧 越表面 忐忑不安 你看这几天习近平 给这个伊朗等总统啊 尼泊尔总统打电话 打了四十多个电话 到处打 为什么呢 寻找盟友啊 现在哪有朋友 因为你这个新新冠状病毒 蔓延全世界 得罪了各个国家的领导人 连默克尔德国 那么温和的 也都反目了 何况这个澳大利亚 再加上 聚班农披露 现在有一个P4办公室啊 这P4实验室 也就是新新冠状病毒 这个人们指责 它来源的地方 这个有一个科学家 据说和石正丽 都是这个同事啊 现在叛逃到了欧洲啊 到现在为这个消息 还没有得到证实啊 说不定是真的 如果真的话 人家拿出证据来 先给你走法律程序啊 法律如果你这个不理睬 那么人家可能就会 你动真格的 动真格 你能不能打过人家 你那个所谓的 辽宁号的这个 这个山寨版的 这个航母 那就是在飘在水上 一个摆档啊 我说稀里话 根本不能打仗 你何况那个腐败的 这个军队啊 所以说形势是 极其的这个严峻的 你再看各个省市 他们瞄准的这个 比如说北京 你北京蔡奇搞的 驱逐低端人口 给习近平埋了一批地雷啊 一旦有了外敌 这个入群啊 社会裂变的时候 那一夜间冒出无数个 这个低端人员啊 你想这多可怕 你再看大上海 大上海是江泽民的大本营 反复为 这个敲开这个大门 是非常难的 李强刚开始接班的时候 和这个韩正都没有交接工作呀 都非常不正常 那后来习近平带领一般人 去支持李强 采取什么呢 采取这个不忘出席 牢记使命 像这个太庭桥一大会之 宣似的方式 这也是瞎忽悠 实际就是顶不住了 李强去接班的时候 人家当地的官员反弹 非常厉害啊 江泽民 吴邦国 朱隆吉 你想等等 上海帮大佬们都反对呀 没有办法 最后一般人都压上了上海 我们支持李强 李强才勉强 现在威慎到现在这局面 非常不容易啊 习近平就反腐败啊 这个得罪了 这个很多的派系啊 所以说 一旦开战的话 那你上海也是一个 这个隐患非常多啊 你再看广州 广州 胡春华干了一段时间 他的派系也不少 也很难就是说 和习近平保持一条信啊 你在看重庆 这个直下市 重庆一直拨进来的人马 藏得很深 所以政策的人马 也藏了一大批 也没有全部清理完啊 等等等等 你就可以看出 党内外 军内外 海内外 行使机器的言论啊 所以这个人大会议也非常关键 说不定党内有些人想通过人大 政协 这个会议啊 采取这个不流血的和平方式 把它拿掉 这个解决啊 国际局势的问题啊 看来习近平的确是困局啊 不过本人认为啊 习近平也有一条路啊 这条路就是 不知道他是否愿意走啊 一个是什么 以前我多次讲过啊 就学习讲经过 开放党籍暴击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啊 但是习近平估计不会这样做啊 他是一股道走到黑啊 另一条道路 还有一条路比较策略 什么的 就把这江泽民抓住 抓下来 然后把所有的问题擦清了 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转移到他身上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P4研究室 这个主任王燕仪 他的先生舒红冰 再往前推江泽民的儿子 这个等等啊 你把这些东西包装好之后 说不定也能划解矛盾啊 不知道习近平有没有这个实力 有没有这个智慧啊 他是比较笨的啊 那么第三种办法 大家就不用讲了 但是人家一开战 这个国内的老百姓 马上就可以这样讲吧 到那个时候 你可以想象是什么趋势吧 你想得罪了多少人啊 特别是对退伍老兵的得罪 得罪到底了 那遍布全国各地 各个省市自治区啊 有大一批老兵 因为大一批老兵由于维权被判刑入狱啊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隐患的 此外还有什么 还有维权人士啊 还有知识分子的律师作家 诗人记者等等等等的 你想想 这个局势啊 到那时候两面人全变成一面人 就会发现咱们敌人怎么赌啊 原来是自己执政以来 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只是抓人啊 抓来抓去 得罪的人越来越多啊 最后形成什么 形成了反对派 云集起来的一个局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说不定有人 一望阳为首的 还有李克强为首的 说不定在两会上 对他进行发展 这个也很难说呀 所以说人大的会议是 5月22号肯定要召开了 这个不能改了 那么21号政协什么时候开 就很难说了 也就是说中国这个 下一步的局势 肯定不是一个和平的状态 这一点已经决定了 没有办法 意味着说 我在视频节目当中 多次的提出过建议 但是这些善意 极其的客观中立的建议 并没有被 这个中共极权同志所接受 这也是很正常 中共极权同志 由鼎盛 已经走向了随位 这一点已经是 毫无疑问的了 那么今天呢 海外旗探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